《伺候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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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所谓的伺候植物 这些过程 其实就像 meditation 一样 就是一个 心灵的危机吧 我觉得可以放空 然后去 focus在一件事情上 但最后这个植物 给你带来的这种愉悦 它的生长 它开花了 它的长新叶了 是 难以言表的一种愉悦 我们公司名字叫 在中国主册是 叫博塞裔 帮塞裔 是来自于日语 彭景 发音的英文单词 帮塞裔 最初 最初其实 我一直在 就是我的理想状态 就是 我 是 就是我这个品牌 小小的美美 那在中国的 这个 philosophy里面好像 孩子一定要成为 文科 文科 以前 以前大家认为 Made in China 是 不好的 cheap 或者 bad quality 那 今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 巴黎得了这个奖 我就觉得 OK 大家其实可以改变一下 关注一下 或者 变成 就中国的设计嘛 就 这一点上 我就觉得说 好像是一个机会 好像很多人认为 就是 理所当然 其实得了这个奖 应该 press加大这个宣传 或者更应该去参加这些 但我反倒觉得 那时候我就觉得 一是从我内心来说 我其实挺厌倦 这个事情 因为这不是我 擅长和感兴趣的部分 那我其实还会 回去 去做的 我会用 像Instagram WeChat 我觉得是跟朋友 跟 想要了解我们的朋友 去分享我的生活 而并不是 直接的就去 po一些服装的图片 那我觉得 因为很多人会问 设计师 inspiration是什么 那我觉得我分享的 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我的inspiration 因为我有这样的生活 我才会 有这样的灵感 去做这样的设计 那我觉得 衣服是最终的一个产品 那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不仅仅是这个结果 而是分享 我的人生 我的生活 有很多人喜欢我们品牌 喜欢我们的设计 其实就是在我 不受任何干扰 不受任何人的 约束的情况下 慢慢成长成为 今天这样 这样一个品牌 最主要的一点是 自由度 也就是你说的 独立 那我能不能从 经济上 从设计上 都达到独立呢 就这个是我们 试图 去做的 然后也是 因为有这样的独立 我们才 成为一个独特的 然后 我也很enjoy 这个过程的 这种状态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 有可能 在别人看来 是不必要的 那这都是成本 但是 到最后 而且是消费者 是不能具象地 看到这些东西 但是一件衣服 挂在那边 能会提问 为什么这件衣服 好像就跟别的不太一样 就这些东西 是 内功吧 就是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去做 让这件衣服最后 体现 品质感 工作 至今为止 我觉得我还是很 很满足 很 很开心 在做这个衣服 毕竟已经做了20年了 但每一季觉得 好像都是 新鲜的 要去做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 品牌一定会成长 但有可能不是 大多数人期望的 那样的成长 用我自己的方式 梦想 其实每个人都有 但 梦想是一个 很美好的东西 我也有梦想 那我希望这个是永远可以 追逐和 向往的一个美好的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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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